因為禮拜天溫州才宣布要封城 天啊今天凌晨突然無預警的宣布 杭州也淪陷了也要來封城 所以未来这个封城的情况 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我就跟你讲说大陆现在整个封城的话 这个情况因为他们怎样 对这个整个疫情防疫的方式 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一点方法都没有束手无策 今天出现了这个病例 如果疫情严重之后 他们就只能靠封城 来把这些人关起来 那你觉得这些事情 如果发生在民主国家或台湾的国家 全世界现在有哪一个国家 是用封城围堵这种方式 来对待他们自己的老百姓 对不对 为什么讲说疫情这么严重 你知道现在整个疫情的话 有哪一个人说的算数 习近平 对你知道吗 他到目前为止还告诉你说 全国一盘棋 坚决服从党中央 那党中央你到底提出什么方法没有 你知道那个很多 之前我们在讲说武汉肺炎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们讲 还跑来这边跟我讲说 你没有人性 你泯灭良知 你都在 我们跟大陆也是同胞 那同胞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你要不要看看大陆 我说实在话 大陆现在为什么会封城 而且是政府带头封城 为什么 就给你们整天 这些给你们自己死 自生自灭 对不对 你就给大家看人家了 我突然间想到说 文天祥的正气歌 他被关的时候到渔座北庭 有没有 求那个什么做一土寺 就关在那个那个一个土寺里面 他说里面怎样 天气热有热气下大雨有雨气啊 东西烂掉有腐气对不对 他都没关系 他都无散仰无浩然之气 以一敌气耶 他用他的浩然账气对气 所以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 用你们的什么党中央给你们的那个什么 护身符就跟当初那个义和团一样啊 刀枪不露啊 你如果大家都这么用 你现在走什么啦 你知道他们这种方式 围城的方式已经让大陆怎么样 人心显见嘛 我们到现在还在讲说 没有良心没有良知怎么样 讲那些有用吗 看看中国怎么对待自己的人民吧 你看那个整个武汉地区 湖北好了 你说湖北要出去 我昨天有讲过说 他是九省通旗耶 走到哪里距离都差不多 大家就很怕说 你如果湖北人整天都走出来要怎么办 那么全中国都已经中了嘛 所以第一个对待他们的是谁 河南人啊 河南人 河南的 因为他在靠近他们隔壁嘛 所以他们把所有湖北到河南的道路 全部都封堵起来啊 有岁年的用岁年 没岁年的用土啊 对不对 障碍物什么东西 反正马路都堵起来 你说现在呢 现在他们自己对待自己的同胞是怎样 去敲门 盈户去敲门 你出来 有没有饭啊 有没有菜啊 有对不对 有铁链就把你锁起来 对了 从外面锁你不准出来啊 对 那你前几天 两天前 在日本民国屋耶 还有一架飞机要回大陆的时候 竟然有人 有上海的一堆上海人说 我不要跟武汉人同机哦 他的霸击 他就把武汉人赶下飞机之后 你才飞机才可以起飞啊 所以那武汉人你看 被自己同胞在日本被丢包啊 好没尊严哦 对啊 接下来现在温州封城 那天有多少人在抗争 对 接下来杭州要封城 嗯 那现在广东也岌岌可危啊 接下来四川重庆 对不对 上海咧 如果上海一封城更夸张啊 对不对 对 整个经济中心上海一封城 你不就垮了吗 对 那现在中南海 我跟你讲 武汉那个肺炎病毒 最接近中南海 这样只距离三公里啊 哦 那你到时候是不是 如果中南海里面有人感染的话 你习近平是不是要把中南海 自己封起来 对不对 别人到处去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真的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说要讲人性的话 你到目前为止 你在中国你都看不到人性 你叫台湾同胞跟你讲人性 这样是不是苛求太多啦 那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大家现在捐赠物资 大家会火大 你知道吗 从我们刚才昨天讲的 诶 有一个他女生 他叫我问你说 你要不要来跟我交往 我家里什么没有 以前是炫富的 钱很多 现在是口罩很多 对 诶 你口罩多 我就要跟你交往 对不对 竟然有人这样 为什么问他说 你口罩这么多 因为他舅舅当高官嘛 随便要拿几个都可以 而且我昨天也讲了 你们那个高官领导 出去视察的话 戴的是N95 第一线医疗人员 戴一般的医疗口罩 还有那个防护衣好了 中国的日产的防护衣 一天是三万套 可是他每天要需求 是十万套以上 那你说够不够 当然不够啊 他擦擦你去死 反正我防护衣穿了 对不对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 医学伦理 医学道德啊 我今天穿了这个防护衣之后 到处乱跑 我那个病毒源就戴在身上 我就到处变活动的感染源这样 反正你的老百姓 黑领导的事情 我自己顾好比较重要啊 因为防护衣也不够 我这一套脱下来做 我就没有下一套了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看起来 这叫做人性嘛 我们这个上面也讲 你看 红十字会的公务车去搬口罩 对 搬出来是给领导配的 而且人家捐给三冬省 三冬省捐给他们 三百五十顿的新鲜蔬菜 他竟然低价就全部把你卖掉 对 他不是去配送 所以大家也走到要死 你说叫台湾人不要怕 对不对 对啊 那政府今天做的这些防疫措施 有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 对 而且我在这边真的要呼吁 我媒体人的良心我要呼吁 不需要戴口罩的就不要戴 我说实在话 台湾没有那种社区感染 对不对 也没有那个群聚感染 所以你拜托你好不好 那个政府也要呼吁一下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政府呼吁的话 会被人家笑了 会被人家骂了 反正有心人现在很多嘛 趁这个机会带围乱 扯政府后腿啊 对不对 我讲难听一点 你扯了政府后腿 政府倒了之后 你有什么用 你知道政府现在 你看那个陈时中 有没有 我看的很可怜的 我看这几天 这样下来 老十几天 那个眼睛 本来就眼睛就小了 对不对 又没有睡 眼睛都刚刚几乎睁不开了嘛 那你觉得说他这么打拼的话 你到底还在扯什么后腿 你到底有台湾 有没有出现什么群聚感染 甚至还有那个 那个老百姓啊 朋友啊 到我脸书上跟我讲说 台湾都没有死人啊 对不对 那你到底你政府在 在哈啰什么 到底是谁在哈啰 政府就是因为第一时间的 防堵措施做得好 对啊 现在才没有这个群聚感染 没有这大规模爆发 你知道全世界的研究机构 都讲说台湾是第二个第三个危险城市 你知道吗 台北啊 你如果到时候台湾发生的社区感染 群聚感染 我跟你说你靠你就没眼睛哦 对 像当年的SARS的时候 大家人心惶惶的 餐厅都没人去 都要抖啊 那你现在 好啦 我觉得政府之前苏贞昌院长 可能讲话有点讲太满 他说口罩足够 大家不用怕 那后来哪知道 你真的是轻忽台湾了嘛 台湾人唱什么最厉害 以前在那个麦当劳 在送那个Hello Kitty的时候 可以跟你摆整天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抢弹塔的时候你唱有没有 抢卫生纸的时候 对啊 抢卫生纸的时候你抢得到吗 我说跟你讲说台湾人排队 真的 我真的要呼吁台湾人 真的不要再抢了 尤其那滑翘翘翔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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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 比我健康强壮的人你到底在排什么 对不对 你去排队的反正就是闲闲没事干啊 像之前那个便利商店超商在买的时候 我只有朋友骑了脚踏车 从早上他就当做运动你知道吗 对 就每个超商就给你买啊 每个超商就给你逛啊 买了一堆口罩回家 你是用得到是不是啊 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 对不对 有慢性病的 有第一线防护的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每天日产 现在有四百万个口罩嘛 对不对 对 那有160万是要分给第一线防护人员用的啊 那其他老百姓到老百姓手上 我说一句比较差点 一天两百多月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你还怎么唱你也是唱没啊 那政府怎么办 就希望说那些健康的用不到 不需要的人 先把它留下来嘛 让那个存量够了嘛 对不对 而且台湾说实话 现在没有疫情没有爆发那么严重啊 对不对 你不需要走到哪里 天天口罩戴着 戴着之后还跟我说 要呼吸这么困难 哈哈哈 你健康人 你带那个干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好我们再讲回来 中国大陆这一次 我们现在住在大陆的旁边 大陆的疫情这么严重 它又一直在隐匿病疫情 对 现在到底死多少人 到底多少人感染 你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数字啊 那现在他们自己流出来啊 像那个什么孝行天下 那个湖北的孝行天下兵议馆 他现在跟人家求救是药师代 对 我跟你说药师代的到了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不要死人死太多啊 那我没有办法紧急处理啊 那怎么办 师代先把他封起来放到旁边嘛 不要让他有感染嘛 不要让人家去接触嘛 所以你说这个疫情 现在有没有很恐怖 好啦 那接下来他们现在火神山医院 火树盖好了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 那个根本就是一间一间的监狱啊 对不对 铁链铁条 还连连门靶 里面都没有门靶 就表示说你关进去就出不来 好像重刑犯一样 就让我想起那个SARS 那时候大陆怎么对待他们的SARS患者 就是小汤山医院嘛 都是直的进去横着出来啊 对不对 你说那时候 所以我刚才才讲说 文天祥的正气一哥嘛 你滚下去之后 就看你的造化啊 对不对 看你本身自己身体强不强到 平常有没有在运动啊 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啊 肺部健不健康啊 到时候你自己 免疫力可以打赢那个病毒的话 你就活得出来嘛 打不赢你就死在里面嘛 所以就跟你讲说 台湾现在整个防疫体系 它围堵是做得很好 你不要再因为口罩的问题 对啦 口罩我一直强调说 民进党政府如果在上半场打球 打得很好 那你不要被拜在口罩上面 这种物资是抢的 那怎么抢 你要怎么想一个办法说 让老百姓能够很清楚的 说我老百姓每个人用的 那即使你量不够 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 坦白话 你每天加工再怎么做到老百姓民间的话 就两百多万个口罩 那一定不够的嘛 那不够那怎么办 是不是还要再想一些其他的方法 让一些就像我在这边一直呼吁说健康的人 用不到的人就不要戴口罩 像我们这边你看就一个妹妹戴口罩 他可能感冒 所以就不需要戴口罩啊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很健康的人 那你说坐捷运要不要戴 当然要戴 密闭空间 或人多的地方 那现在有没有人注意到餐饮业 你每天去KTV唱歌 去餐饮业 去餐廳吃饭 这些人要怎样 你餐厅的这些服务人员 他接触的是大众 不知名的人 对不对 那另外我还要再呼吁一下 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还有一些人 真的是 我就觉得说 这些人应该要谴责要踏法 有的人游泳回来 对不对 他不敢跟你说 他告诉你 他用自飞去看病 他去医院告诉你 我健保卡不见了 我健保卡没戴 真的假 怕你那个健保卡滴下去 他说从大陆回来的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是怎样 真的防不生防 对啊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医院 我今天下午去医院抽血 说那个长庚医院 是门关起来 谁要有一个 怕什么 就是怕有些人 他回来之后 他去闯门 硬闯 对不对 我要看病 我要发烧 所以这个什么 你各式防犯的措施 都应该做好 让我们现在政府做的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给他 打很高的分数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说实在话 政府后续的一些 舒缓民怨 舒缓民间怨气 我说实在来 民怨一定要疏导 那怎么样疏导 政府应该及时广议 向大家找出一个好的方法 否则不要把这个 好 一场好球 打到最后 到九局下半 被人家逆转 我说实在 我会议 有个人 我会议